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罗先生来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氛围下 现在中美的教育之间的交流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状况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有很多众说纷纭 到底情况怎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例 通过一些事情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首先我们感谢罗先生上我们节目 罗先生你好 感谢主持人 感谢广大听众和观众 罗先生现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大家说的很多 现在我忘了是哪一个媒体 他有一个标题说的很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标题 他说中国留学生在美情况 也成了中美关系的风向标 我说这是几十年来还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标题 当然了他每个人的考虑点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现在的情况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现在有些留学生感觉到留学签证取得困难 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传出来 美国一些工科院校在本科招生中有点刻意的减少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数量 当然了现在美国辟谣了 说Kyle Tech2019年没有本科生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事实 现在Kyle Tech和MIT都公开出来证明说 我们2019年本科生里面是有中国来自留学生 并没有说zero 但是数量是减少 第二方面中国人在交集的时候 第二方面美国大学们也在着急 他突然发现外星学生少了 直接的原因就是他的收入少了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您说的都挺对的 就是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就是 从留学生作为一个两国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来看的话 其实他从来就是这样的 从来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次的贸易战的话 让留学生的问题凸显出来了 我觉得它主要是从贸易或者从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留学这个领域的话 是属于国际的一个我们所说的非货物的贸易 两国的这种非货物贸易的话 以留学旅游等等这些的话 文化交流为最为突出 所以这次贸易战打到白热化的第二个战役的时候 这留学生问题凸显出来 我觉得有它的必然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个这次为什么留学生之前 我们这贸易战到今天为止 应该是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一年多以前 为什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 这个中美留学交流的话 受益方是美国 他一定 他一定不会把这个 我们总统的嘴里不这么说的 我们总理总理总统说的 你看他在我们这学完的东西 顺道还在带走点东西 没错 甚至还用了偷的一个字样 这个我们的总统那是商人吧 无间不商啊 所以商人的本性 从他的这个贸易战的选牌上面 能策略上面能看出来 这个实际上这个中美留学的这个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出国 对于美国来讲 每年创造的给美国输送的这种 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 都是在百亿 一百四十亿 一百四十亿以上 最高到一百四十亿 一百四十亿以上 所以这是这个大家都不说 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清楚 就看你出哪张牌 是吧 你说我想什么吗 我当我看到一百四十亿 这个数字是我在想 我说我们总统 这个所谓关税收入 好像也最多也都是一百二十亿 对 对 所以也打到今天为止 也顶多 就是全部加完了一百二十亿 对不对 我说一年中国留学生 就给你贡献了一百四十个亿 这完全可以抵消了 这个税收的问题了 对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华尔街日报 今天不是 昨天不是还登了吗 这个美国要立将进行 这个可能会经历一波 叫纳瓦罗的衰退 是 是吧 而且CMBC请了一大堆的各种的经济学家 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他如果美国2020年进入经济衰退 那就是这场贸易战扫 我觉得 这个说话不能说 没有道理 你像昨天股票市场这么大跌 对呀 前天的话 美国的中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和短期收益率倒挂了 这种在经济学上来说 就是一种衰退的警号 没错 信号之一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到了这个程度 这个留学生被问题提出来 反倒是我觉得 可能从贸易战的角度 对中国是有利的 当然了具体到这个留学生来讲 可能留学很多学生朋友们 不一定有机会能到美国学习 这种案例的话 也是很少很少的 事实上 您刚才说 很多同学取得签证比较困难了 我个人所经历的情况 可能跟您所了解的情况 正好是一相反的情况 因为今年的6月4号 中国的教育部 对中国的这个赴美留学生 发了一个留学警讯 包括旅游 包括旅游 留学警讯 旅游警讯 就是说这个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 有一些类别的留学生 比较困难 获取美国的签证 已经出现了一些 审查时间过长 有的甚至被拒签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今年有的 去年也有 前年也有 十年前也有 四十年前更有 它为什么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我个人的分析来讲 从贸易战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是中国开始要打第二张牌 就是我们的抢手牌了 这是我们的王牌 实际上中国 要设想一下 如果真的是中国 就给这个赴美留学发出 彩虹灯 就是所有的赴美 赴美这个留学的话 通通不批准了 国内不批准了 停止办理手续了 好 这一百四十亿 第二天它就得断了 是吧 那当然了 这一百四十亿 对于美国这样的 哪怕是这么体量 强大的经济体来上 一下压上去 这个影响不是 不是一个茶壶里风暴 它一定是得有点风暴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虽然大家这个 因为中国人到美国来 也许只有36万人 好像跟美国在校生的比例 远远的好像不成一个比例 但是不要忘了 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付的是高学费 没错 因为你是国际学生 当然了 它也不单身就是中国了 你任何美国境外的 都属于外国 我可以设想 就是如果这一百四十亿 从中国断流的话呢 美国的很多的学校 就会出现财务危机 甚至有个别的学校 就会破产 像我们刚才在私下 我跟罗先生 我们在谈到 大家中国留学生 耳熟能详的 伊利诺尔 这个香槟分校 伊利诺尔周段了 五千多中国留学生啊 没错 你想想 这五千多中国留学生 给了学校创造多高的一个 他占了 对 他占了这个 他占了就是 这个 在美国大学里面 接收中国留学生 最多的大学 就是香槟 伊利诺尔周 我们南加州的南加州大学 也算是前五号 也是前五号 前五甲 前五甲 设想一下 如果真是中国留学生不来的话 他立刻之间就会出现财务危机 毫无疑问的 而且我曾经问过一个孩子 就说你去那个学校 他说那个学校很简单 为什么欢迎我们 很简单 他们是公立学校 当地学生才付多少钱 就是 可是我们是按美国 爱威利学校的这个学费 付的价 没错 每个学生都好几万 没错 所以对于学校来讲 来了五千多学生 那就是来了一个大富翁 那可不是 所以这个 美国人实际上是 他特别清楚 就美方的话 特别清楚 中国留学生对他经济上的影响 所以在中国教育部 6月4号发了这个警讯之后 美国大使馆立马就紧张 紧跟着美国大使馆教育处 就发了一个通告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可能大家 很多听众观众 没有做这一行的话 不太关注这方面 我就关注到了 美国驻华使馆的教育处的官网 立马就发了一个通告 说美国的政策 从来都是欢迎中国留学生 到中国去留学 我们从来也没有改变 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诸如此类的话语 他确实说的也没有错了 问题就是说 在我们总统政府的 这样一个氛围下 我们很多签证官们 他手里就比张 有的时候会不那么客观 会因为这一些想法 受到一些影响 而且说实话 签证大家都在美国大使馆签过证 其实谁都知道 给不给你签证 你根本没道理可讲 有什么道理可讲 他给你都给你 所以我们开玩笑 这小子昨天晚上 打牌是不是赢了 还输了 开玩笑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 现在 我同意您那句话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中美文化交流 特别留学生这部分来讲 受益方是美国 是美国 因为美国这么三亿多人口 有五千所大学 实际的资源是过剩的 没错 你这些过剩的资源 就像盖好的旅馆一样 你旅馆空房间摆那 有人住是收入 没人住 你也还在那 没错 没人住 他就是亏损 对 所以对于大学来讲 你说我们这个系 今天没招有学生 我把这一训了 教授全开了 那也不可能的事 对 很多终身教授 学校不破产 教授不能开 对不对 所以我倒是感觉的 因此 其实美国这方面反应还挺快的 到实际上 我们最近所经历的 我们的中国学生过来的很多 我们这个机构所经历的很多案例 就是签证迅速了 预约时间缩短了 问话的问题少了 基本不刁难你了 不刁难了 所以我有几个 我们有几个学生 我们把它放着危险信号的 这个我们就特别关注他们 对于他们材料的递交 对于他们的这个签证前的培训 我们都特别的谨小慎微的 结果这几个孩子过去签了以后 出来是 这个根本父母不陪着去 滴里哐浪就到了北京了 一边看展览 一边就签证去了 完了吊耳铃铛出来了 说你这签了没有 签了 其实很多 在我在海外 甚至包括我们那个年代 签证好像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尤其那个时候 虽然留学人数没有今天多 但是那个时候 美国领使馆也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都跑到几个大城市来 美国的领馆或者使馆来签证 确实签证是一个很多 那是个不讲理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美国驻华使馆教育处的声明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它从来没有改变对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政策 没错 它只是在目前这个氛围下 对 表现出来某些人的一个个人的主张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